就是為了要收視率 不顧藝人的性命 然後他請了一個專門在吃 很辣的一個職人來 然後他就說 我會吃一匙鬼焦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SURCUS 然後他就被他雞 我說OK 我吃兩匙 然後吃兩匙之後 我就開始這樣冒汗 然後開始有點口臨開始腫大 然後開始有點沒辦法呼吸 我就... 我那時候還是很小咖 我那時候就這樣... 然後就一直喝水 工作人員一個人都沒有量我 對 他們就去準備下一場 我一個人這樣... 然後走去那個附近的醫院 你自己一個人去 自己一個人去 那後來有多少了 他就幫我打那個點滴 讓我先睡一下 然後用我自己去代謝掉 那你隔天大便是不是很痛 我後來回去就開始一吐 然後那個屁股就一直在... 很辣很痛 那真的會死人 吃完超辣的 然後我那陣子 大概有三年 我不敢吃任何辣 我一看到辣 我就會想到那個鬼焦的味道 好可怕喔 超恐怖 蔡美 再來 靠 蔡美 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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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OK 都直接到了 都直接到了 都直接到了吧 我丟得很好嗎 對啊 對啊 每週日晚上十點 開著餐車交朋友